过去心灵很颓废,即是一个broken life, 直到很多邪灵的狡妖, 直到在网上几年前看到叶牧师在网上的港导, 开始亲近当神, 跟着对牧师跟我一起讨论后, 但这段时间心灵就很大改变, 因为突然间就好似阿牧师跟我手祈祷和讲邪力, 之后就开始以前他很深硬, 经常觉得自己无错无罪, 神力不可侮辑我, 但开始反省自己过去一生, 但中间因为在这十年都睡得不好, 以前以为是失眠抑郁, 原来真是魔鬼和邪灵是真实的, 因为他折磨到心灵上很重要, 但睡不到,整天都会动, 但又求助梦导, 虽然以前是Ghetto, 但又多次忘记了神的音笛, 最终牧师和上次见到牧师, 然后还有一些同工跟我祈祷, 我开始个人真的好像兵融化了, 好像神在呼召我, 回来去心灭, 自从祈祈祷之后, 在国内的房间很静地祈祷, 突然有很多flashback, 找回自己人生, 然后跪下, 真的宣告了, 宣告了, 很认认真真跟神聊天, 就合回神, 觉得神是很大爱, 我又合纱去都执行回来, 宣告后很奇妙, 不知为何, 在那晚开始我无再执声, 手脚无再晚上对自己动, 很感谢主也有感谢牧师的帮助, 虽然因为以前以为情绪病, 那天正以为很多想起无钱又无事做, 但出之现在觉得将来的事都很认真, 完全全交给上帝, 交给耶稣, 不要自己自己驾车撞车, 就是避回司机的位, 耶稣撞车, 很感谢上帝, 多谢耶稣, 因为自己邪灵的脚妖, 其实父母都因为这个机会 又顺着主, 决施顺着主, 受了证, 这些是神的恩典, 重赚归于耶稣基督。 我想问,你有多少年睡觉有邪灵搅耀? 大概开始是2011到, 是扎醒是吧? 初初不是的, 初初觉得忿忿一下为何会醒呢? 觉得有另一种灵界, 但很有尹穆斯奇的肚, 都有,但好像禁住那样, 但无想过中邪术。 那时候你说有扎醒是否有时好像有这些搞醒你那样? 是突然有一个另一道空间, 但它又无回应的, 初初。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否好像有些东西, 你说去另一道空间, 好像被那些搞意时去了另一道空间? 是的。 你可以形容这个另一道空间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是醒的, 但觉得好像有灵界的骚扰, 经常病, 好个人很软弱, 一个人耳折低落, 随便又拜神了, 随便什麽都搞, 怎知越搞越衰, 越搞越邪, 越拜人会有软弱, 好像有些声音说耶稣不行了, 你试试去那些庙, 不知为何突然会有那些事安排给你见的, 那些师傅, 契利卡, 接着又远又入心大心小, 又好像天使魔鬼在心裏交战, 随便不行, 再找回耶稣, 耶稣就是不要乱禁拜神, 还有不要乱禁拜其他宗教, 其实最好的医生都是耶稣, 你讲你第二个空间, 即是有些邪灵跟你讲话的意思是吗? 即是你不是去了另一个空间是吗? 我也不懂那种感觉, 好像突然之间有些邪灵会跟你讲话, 好似你朋友里面的, 但讲些很负面的东西, 即是耶稣不爱你, 你死心了, 你不用回了, 有时会推你, 动你, 最严重的是, 初初都很坚强的对宗教信仰, 但开始动摇了, 动摇了很多错处, 也觉得自己以前可能年轻很坚强, 你不用擇人坐, 怎样怎样, 有些事你要谦卑下来, 我都承认自己很多错处, 无依靠神, 太过自负, 人生在年轻方面, 会judge上帝, 又judge魔鬼, 又judge邪灵, 但又搞到脱了头发, 搞到现在有些, 常常不能出一些古灵精怪的病, 但看医生也都看不好, 但现在无奈现在, 现在就算有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出来, 我都避回上帝, 甘心乐意很信服, 以前不信服, 硬颈, 好像个兵, 打死我都不清楚, 有时会吹人, 即人是这样怨弱, 你又说到我强调处理生命, 你可说这件事呢? 以前都有听到, 但觉得那些道是以前由小到来, 其实我信主应该很长的知之质, 我1992至93年信主在加拿大, 那时候我去主下经常回教会, 但回到香港做事, 回大陆今天离开了, 你知了, 年轻人生在世, 算贪玩了, 流远世上的物质丰富的东西, 但之后就无处理, 但我听牧师讲到, 原来人生很多问题, 我以前很懒, 不想面对太多事, 就躲在一角被魔鬼有几可食, 直到牧师常常提我们, 有些生命要处理, 譬如邪灵的东西, 我真的无认真处理, 有时那些东西非流远非气, 我就觉得不要搞, 那些告客抱着枕头就睡, 那些人不要做我睡觉, 不要搞那麽多, 原来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被魔鬼留地, 你不要以为你不处理它, 它会放过你, 它还更加找些劲的来对付你, 有时会成帝, 但成帝要经历这些东西, 我现在都很信力, 初初是不很信律的, 你不要搞, 大哥,我普通人来, 普通人来, 你不要让他见到那麽多这些东西, 我不想看, 一顺着那时, 但上帝有次明明喜欢我去面对一些东西, 还有在牧师的提点, 就觉得很多东西在每一个人生命中, 都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要即时处理, 只要一间屋这样, 我们的身体就应该一间屋这样, 有很多垃圾你不丢, 就迟早变了戒指的屋要上东张西望, 所以我在这呼吁大家, 第五节目, 你有些什麽要跟上帝交代, 要处理, 要认真面对, 大家做什麽上面都知道, 只不过你何时清理自己的垃圾, 或者去处理生命的问题, 那时你睡觉有多长时间, 现在睡得多长时间? 大概七至十日左右, 我就无再紮醒了, 因为以前睡觉, 其实是搬不搬醒的, 你会知道那只手被人拉起了, 接着那只手彈, 有时睡着睡着就拉你的脚, 是很真实的, 以前我都以为拍戏, 有个看戏, 尤其以前那些猛鬼片, 我有时很喜欢看鬼片, 很追求这些东西, 后来牧师就说不要再看这些东西, 因为这都是其中一道大门, 人去吸病那些人, 所以去年有出名牧线的一个节目, 我就无再看了, 但是我妈妈很喜欢看的, 所以我们都叫她不要再看了, 所以是, 还有牧师上次跟我说, 她说,其实真的不要被魔鬼立地步, 要用针对付罪, 很多门的, 她看哪里都不能开, 她就涉进来。 不过分别被判断, 我只是在哪里都不能够, 她不过分别被判断。 我只是在那里都不能抚打, 她在哪里都不能够打, 她叫你的房子烛门打, 她坐在哪里都不能够打, 她不过分别被判断, 她不过分别耗, 她不过分别乱的钱, 把 보세요还在的票房子烛门, 这部分便是有点是温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